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五十八集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一个石头亭子 名叫烂磕亭 亭有楼 分两层 上层可以居住 还存放了一些棋谱古籍 下层是方形石柱支撑着整个建筑 石柱上都刻着一些奇经残局 两个人在亭子里边下棋 周围雾气弥漫 夜色苍茫 向南而坐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武陵县旅游局 发展规划科的杨科长 他也是当地象棋协会的会长 从小酷爱象棋 国家一级骑士 方圆百里 南风对手 杨科长对面的那个人说道 这局棋 这局棋 你要慎重 应该是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局棋 杨科长说道 我不想下 不行 你说了不算 我赢了呢 你赢不了我 我要是输了呢 输了 你就会死 杨科长开始冒汗 这是一局生死棋 他直红先手 哆嗦着 败了一个当头炮 他对自己的棋义还是很自信的 但是没想到 那个人只用了三步 就把他僵死了 第一步 马不走日 第二步 象也不走田 第三步 那个人尚未过河的小足鞋飞过来 直接吃掉了杨科长的老将 杨科长说道 你到底想干啥 我想把你 做成一个稻草人 白景玉说道 好了 现在又有新案子了 包展问道 什么呀 死了一个人 凶杀 画龙说道 老大 咱们特案组只接到案子啊 白景玉只说了一句话 所有人都把嘴巴闭上了 纽约史上最残酷的十大杀人狂魔 和这个凶手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学生 苏梅拿起卷宗 宁神看了一会儿 吓得丢在地上 梁教授滑动轮椅 捡起卷宗 他戴上老花镜 看了几页 这个见多识广 慈眉善目的老人表情 突然变得肃穆 接着 他用一种震撼的语气 说道 这个死者 被剥皮了 还被做成了稻草人 2007年 武林县 发生了一起 特大凶杀案 案发当天 山村的早晨 雾蒙蒙 远处传来了卖豆腐的小贩 瞧帮子的声音 山路崎岖难行 卖豆腐的小贩 放下担子 休息一会儿 他去路边的桃园里面撒鸟 当时 浓雾弥漫 攀桃将树枝 压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叶子滴着水 一个稻草人 静静地 注立在果园里 小贩觉得非常奇怪 凑近一看 立刻魂飞魄散 那稻草人的头 就是人的头 里面 塞满了稻草 梁教授介绍 我说道 雄暗史上 有两名凶手 最为臭名昭著 一位是被各国媒体 称为如雾般消失的 元祖连环杀手 开唐手杰克 另一位 是明星连环杀手 爱德华盖恩 开唐手杰克的杀人方法 为割喉 然后解之 爱德华盖恩的杀人方法 是枪杀 并肢解剥皮 织成手工一品 他有一个令人 闻风丧胆的外号 叫做野牛比尔 很多知名电影 就是以这两个人为原型 例如 突出地狱 沉默的羔羊 德州电局杀人狂 白景玉说道 如果被媒体知道 中国的这个野牛比尔 也足以轰动世界 桃园湘派出所 接到报案之后 感到极为的震惊 案情重大 可以说是建国以来 非常罕见的特大刑事案件 经过初步调查 死者为武陵县旅游局的杨科长 当地警方一边封锁消息 防止当地群众恐慌 一边向上级汇报 并请求特案组协助 特案组成员四个人 立即动身 先乘飞机抵达省城 然后从省公安厅 借一部车 没有片刻休息 一路冥想警笛 风驰电掣般的 来到了武陵县公安局 武陵县公安局大楼 看上去非常的豪华气派 虽然是县级公安局 但是奢华程度堪比白宫 楼下绿树成荫 园林遍布 门口警卫森严 哨兵威武 抬头就能看到 办公楼上 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为人民服务 公安局门前一片狼藉 垃圾遍地 与这个豪华的办公楼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包展看着地上的烟头 矿泉水瓶 馒头 还有血迹 他分析说 这里刚刚有群众上访 画龙说道 上访 应该去政府啊 这里是公安局 梁教授说道 肯定是先去县政府 被公安强行驱散 还抓了几个带头上访的人 其他人就来到公安局门前静坐 要求访访 公安局大楼里 没有人接待 特案组 所有人的态度 都冷冰冰的 甚至 用异样的眼光 打量着特案组四个人 询问之后 得知 局长出差 政法委书记 也去外地开会了 这让特案组成员感到奇怪 大楼里 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画龙嘟囔道 怎么说的来着 当地警察会列队欢迎 公安局长会把我们当成救星 这人呢 一个警员探头探脑 看到特案组四个人 就满脸堆笑 把特案组请进办公室 他自称是宣传干事 然后拿出一份资料 说不好意思 真是抱歉 梁教授说道 怎么回事 宣传干事说道 我们这里 没有发生什么特大凶杀案啊 开玩笑是吧 画龙说道 对不起 让你们白来一趟 你们还是请回吧 宣传干事介绍说 这是一个恶作剧 当地没有发生特大凶案 桃园乡派出所谎报案情 所长已经被寄过处理 那个稻草人 只是一个人体模型 是当地的一个村民的恶作剧 宣传干事把材料上的鉴定结果 以及询问笔录 还有处理结果 让特案组看 苏梅气愤地说道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肚子饿着 连饭都没顾得吃上 竟然是恶作剧 宣传干事说 我们现在武陵县公安局撤销特案组的协助 可以报销机票 可以报销机票付差旅费 特案组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恶作剧 画龙拍着桌子骂了一句脏话 然后特案组四个人出了房间 离开了武陵县公安局 画龙发动车子 车子开到十字路口 遇到红灯 包展低下头来 看着刑侦案卷 他们撒谎 刑侦案卷之中的现场照片 拍得非常不专业 因为乡派出所 平时大多是一些治安案件 抓抓计划生育 调节一下打架斗殴什么的 甚至有的时候 还要帮老乡去寻找丢失的牛 乡派出所拍照的民警 估计当时非常害怕 手也在抖 再加上案发时雾气弥漫 所以从照片上很难分辨 那稻草人是魔形 还是真正的人 照片显示一张非常模糊的脸 整个头部从下巴底下 齐齐整整地割了下来 但是还连着一张皮 皮里边鼓鼓囊囊地 塞着稻草 没穿衣服 手和脚也是稻草扎成的 看来凶手割掉了头 剥下了躯干的皮 脖子的位置 可以看到一道绳索印子 包展一问道 谁会把人体模型吊起来呢 苏梅说道 这肯定是一个人 这个人应该是先被吊起来 然后剥皮 最后插到桃园里的 此事蹊跷 花龙啊 咱们去桃园湘派出所 桃园湘派出所 位于一座山下 山上绿草阴阴 桃树遍布 一条小溪流过 两岸垂柳一一 一架水转桶车 缓缓地转着 远方 群山寒翠 近处 一个集市 热闹非凡 集市上只卖桃子 当地特产的攀桃 又正值中秋上市 所以吸引了各地的水果商贩 云集于此 特案组开车穿过集市 来到了桃园湘派出所 然而 令人奇怪的是 大门紧闭 派出所里 竟然没有一名民警 特案组在集市上转悠一圈 打算先吃点东西 然后上山去案发现场看看 刑侦案卷上记录的案发现场 在桃园湘花钱村路边的果园里 第一杀人现场 在桃花园风景区的一个亭子里 一行人来到山下 山下有一个木头 搭建的简易饭馆 一个系着围裙的老汉 正在厅堂里边刷盘子 锅里的炉煮 咕嘟咕嘟地炖得整香 一个伙计正在磨刀 他头上扎着绷带 似乎刚受过伤 特案组四个人进去 找了张桌子坐下 包展问道 大爷 这里就是桃花园风景区吧 老汉回答 对 这就是狗日的桃花园 包展又问 这大白天的乡派出所 怎么一个民警都没有啊 老汉气横横地说的 都死了 死绝了 画龙问道 咱们这儿是不是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呢 老汉警惕地反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包展回答 我们也是警察 老汉听到警察二字 怒不可遏 猛地将手里边的盘子摔在地上 然后指着门口说走 滚出去 小店关门 打烊了 听到滚字 画龙的心里 生起一股怒火 特案组侦办前几个案件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风光荣耀啊 而现在 他们先是在县公安局受到冷遇 又在乡派出所 吃了个闭门羹 此时又被这个饭馆老板羞辱 画龙站起来 正想发作 突然拥进来一群凶神恶煞般的人 一进门 就是一阵地打杂 他们掀翻炉主大锅 炉灶里边的火 立刻引燃窗帘 饭店里那个磨刀的伙计吓坏了 正正地看着他们 那些人冲上去 对着伙计拳打脚踢 很快 伙计头上缠着的绷带 又被鲜血染红了 包展画龙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木头搭建的小饭馆 就已经烧了起来 饭馆里边一片混乱 两个人赶紧推着梁教授 拉上苏美 跑到了门外的安全地带 老汉脖子上青筋暴露 扯着喉咙破口大骂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 把他和伙计就给抬了出去 木头搭建的小饭馆 火势熊熊 一些村民 路人想要救火 只见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插腰喝道 说我是吴乡长 谁敢去救火 就捉去乡政府 关十五天 泼一瓢水 罚款三百 老汉的身子猛然一挺 生死历劫的马 你烧了我的房子 我和你拼了 吴乡长冷笑 说道 屁呀 没张建筑 让你早点搬 不停 敬酒不吃 吃法酒 给我关起来 小贩馆火焰冲天 很快就烧成了残垣断壁 敲黑的废砖瓦 显得墙上白色的钗子 更加醒目 老汉怒骂的声音越来越远 渐渐的变成了哭声 终于听不到了 山下的路边 一块石头上 刻着草书的桃花圆寂 靳太园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 望路之远寂 呼逢桃花林 这种暴力拆迁的方式 使苏梅受到了一点惊吓 她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野蛮的心情 画龙叹了口气 也明白了 饭馆老板 为什么那么痛恨警察 特案组四个人 也顾不上吃饭 开车前往山上的 桃花园风景区 虽然路上风景秀丽 但是实在没有心情欣赏 一路无话 车子在一个小亭子面前停下 亭子里边坐着一个人 正在看着一本棋谱 亭子上挂着一个 古色古香的木边 写着烂磕亭 这里应该是 暗卷之中的杀人现场 然而 亭柱和地面上 没有任何的血迹 也没有设立任何的警戒标志 这里看上去不像是发生过凶案 可是包展已经闻到了亭子里 弥满的血腥味 苏梅推着轮椅上的梁教授 进入亭子 在棋盘前停下 梁教授对亭子里边的那个人说道 下一局棋 如何呀 那个人微笑着说好 梁教授炮二平五 选择了攻击性的开局 那个人有点紧张 本来想以平风马防御 结果把马跳到了象的位置 又不好意思地摆阵过来 梁教授视若无睹 用闲聊的语气问道 跟你打听个人呐 被杀害的旅游局的洋客厂 听说过吗 那个人又下了一步棋 说道 我就是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蜘蛛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可请订阅 选骆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